現在都會反制點心,你怎麼看大家反制?你會跟著一起反還是什麼? 我倒覺得是這樣,剛才車上在想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東西存在30年,然後有一天你跟他講說你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我倒覺得這個,當然也不能說用歷史工業去回答 但我覺得是這樣,很多東西去責怪某一個單一個人都不是很好的方法 特別說如果這已經存在很久的話 所以事實上我在想,如果去年那個甲油事件,頂心就已經中槍 可是如果他10個或11個月前就已經出戰,甲油事件就已經被抓到了 然後隔了一年又再第二次,這到底是這家公司有問題還是這個政府有問題 我就開始,我想我內心還是充滿疑惑 我想是這樣,我個人是非常反對,每次出事就抓一個人出來燒死 像中世紀把女婦抓去燒死,我個人是非常反對這種文化 常常我還是覺得還是制度面去解決 特別是這種存在那麼久的問題,現在突然你要怪他一個人 那我要問了說那政府的角色在哪裡 所以我是不會加入那種說什麼討伐啦,那種我是不太贊成的 柯醫師是不會加入那種杯葛,頂心這個活動嗎 我是,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我問的是說,如果加入杯葛有解決問題嗎 我是非常反對我們這種社會,每次出事就抓一個人出來槍斃 可是系統制度沒有解決 其實我倒覺得這一次出事,有一個很大問題要去反省 EMP為什麼會失效 這才是牽涉到整個國家制度面的問題 EMP失效,你叫那些商家怎麼辦 他是信任國家這個mark,結果連國家認證的mark都失效 你叫他怎麼辦 那你覺得底薪有責任嗎 當然是有啊,第一點是這樣啦,出事當然一定有責任 只是說,我也相信他還是占最大的責任 但是我還是要講那句話,當一件事情出錯的時候 我個人非常反對,抓一個人出來槍斃 然後整個制度都沒有改 等待下一次又抓一個人出來槍斃,這沒有解決問題 這意思是你不會跟著抵制商品嗎 老實講,我也從來沒有在上菜市場,抵制我不會去買 所以你不跟著抵制商品 幹出無法的社交掘 那是最終就有 academia 我可以跟著抵制商品 責任,因為未能就好 我可以跟著抵制商品